原标题,独打、性侵、谋杀,是谁让我们老无所依。 前段时间,英国爆出了一个新闻,让无数人开始重新审视起了老年人养老问题。 英国一男子请了两个库工来照顾自己88岁的母亲,因为担心母亲没有被照顾好,便在家里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不料,这个摄像头竟然拍下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视频中受雇请来的男护工并没有如雇主期待的好好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反而是极尽粗暴地用各种手段虐待她。 她揪着老人的鼻子,说各种嘲笑她的话。 在一栋老人的时候,她和那个女护工,像是连麻袋一样重重地把老人抬起, 在狠狠地摔在床上当儿子看到视频里自己的母亲居然被护工狠狠虐待。 她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于是她迅速解雇了这二人,并且向法院报警。 地方法院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讯,原来,她俩是一对夫妻,男的今年28岁,女的今年26岁。 夫妇二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法庭宣布判处夫妇二人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651英镑约和人民币5725元。 庭审结束后,老人的儿子说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可怜的老人曾遭受到这对夫妻的迫害。 除了上面这个案子,其实老年人被护工虐待的案例,在这些年里底底揭示。 2017年7月,加拿大一家养老院的监控拍到一则可怕的画面,一名护工再为一名痴呆的老人进行护理时,竟向其面部打了十一拳。 老人被击打以后绝望的呼救,却没有一个人来将他带离这个地狱。 更令人愤怒的是,有的护工竟然对老人进行性侵。 201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27岁男护工瑞安奥迪·Tuanod被指控在养老院内挺亲一名轻度智障的76岁女傅。 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库里中心,一名瘫痪且说话困难的56岁男性被护工掐捏乳头和阴京,并且还被强迫持下漏到纸尿库外的粪便。 2016年,日本一名叫金锦损人的护工,曾在两个月内将三名老人扔下楼至死。 他说,照顾人的工作太累了,压力太大,我就是想杀了他。 为什么这些本来应该是白衣天使的护工,却在无助的老人面前当起了恶魔? 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社会调查节目全景Panorama就对英国最大的老年人护理院之一的Ordinary进行调查,该节目揭露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从中可以窥探出这些护工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名患有痴呆症,血中风后部分瘫痪的女性被护理人员反复嘲笑和嘲弄。 一位绝症患者哭着打电话请求护理员工帮助其上厕所,但是他的求助电话却被直接挂断。 一名患有梦性病常年窝床的病人,因求助电话被多次挂断躺在自己的粪店中。 随着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越老越多的老人选择了养老院来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断增加的老年客人,让养老院对护工的需求也持续增加。 为了保证人手充足,不少养老院在招聘护工时逐渐放宽条件,甚至有的来者不拒这些浑水摸鱼进入护理行业的铁鱼护工们,很多甚至没有护理资格证就匆匆上岗。 在一封调查里显示,紧八成的护工坦白他们从未想真正照顾好这些老人当这些毫无责任心的护工真正进入养老院,面对着那些行动不便,需要人耐心照料的老人时,他们很轻易就产生了不耐烦的心理,并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苦差。 这些人会因为老人经常需要帮助而感到厌烦,容易对老人进行呵斥和辱骂,进而对老人进行侵害行为。 此外,被送到养老院的大都是老年病人,往往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症的患者。 他们甚至都不能说清楚发生了什么,或者即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 所以,这些护工便会更加恶毒地伤害这些无从倾诉的老人。 英国相关官员表示目前社会的成人护理系统已经演变成最没有技能的人领着最低的工资,所压力最大的工作,为最脆弱的人提供高强度的服务。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侵犯老人的行为永远是最恶劣的。 真是不希望世界上再有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愿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最温柔的相待。 source http www.denlymail.company.uk news article negative 5,104,667 CCTV shows man wife care throwing woman 88 html htp www.sohu.com for 15731650 to 165533 htp look.hu and ku.com article to 015 negative 05 over 6348734 html htp www.chinesifebe.com f page view topic 103,7887 html htp news.inman.hu i march 1,2016 29,585,762 html html uk.people.com c2014050635230824980350 html html